OMG 整間房間的所有燈都會跟著一首歌的閃閃 好像開P 有追開直播的觀眾都會說我後面的牆很美 我背景超級美,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對呀,我明天就應該出到一段影片可以說我家的燈 但其實它只是一棵普通的白色牆 喂Siri,把燈調成直播的顏色 沒有人在做那 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全新的節目 Room Tour 說了很久要拍自己的房間是怎樣的樣子 但一直都沒有拍到 今天我房間終於完成了 裝修的八成還是九成 我已經不知道了 所以我決定來個Room Tour 介紹一下我房間是什麼樣子 這條影片已經拍了第七至八次了 因為拍了很多次都不滿意 所以最後反撲歸真一點 拍一個最簡單的Room Tour給大家看 Let's go 首先說一下我們房間主要是分哪幾個區 第一個就是衣櫃 然後就是工作桌 然後就是床 還有一個窗台 那我們現在就看看我們的衣櫃 到底裡面有什麼 那首先進來就是我的家衣服 底衣褲 還有出街衣服 然後在上面那一格 這裏全部都是我家人的衣服 然後上到最高的這一層 這一層的東西是完全不知道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是Micky Mouse的東西 是完全不知道什麼 十幾年都沒有見過 還有這些一盒盒的東西 還有這裏有一個可疑人物 大家看看這個 我懷疑這個是我哥哥 到底是不是呢 不知道 說明這個是一個衣櫃 沒理由只是買衣服 所以我們說到第二邊 那第二邊是真的一件衣服都沒有 大家看看 這裡全部都是不同的模型 其中包括有Tibana 女神 一個USB盒 但這個不是模型 這個真的是Random Cutified 自由女神像 Division 2 SB Cafara BD 還有這個 這個比較搞笑的是 只要你按下去 321 321 它是會整個人習慣了 我本來想丟掉的 但因為太可愛了 所以就不捨得丟掉 你看它十幾二十年 都是這麼操作自然的 然後再看上樓上 這裡全部都是一些 我電腦的箱啊 袋啊 行李箱啊 好 說完 剛剛先就已經說了 整個衣櫃裡面有些什麼 對 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說 大家最感興趣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工作桌 我們這張工作桌是超級無敵的 但是我現在是站在角落上 才剛好拍得完整張桌 這張桌的寬度 是大約有兩米的寬 就是整個門那麼高 然後深度有70cm那麼深 所以有一個電腦 師傅 然後那裡有一些垃圾東西 還有兩個螢幕的設置 都可以放在同一張桌上 是十分之好 現在我就跟大家續一拆解一下 我們的設置有什麼特別 首先最愛眼的 莫會是這支咪 這支咪就沒有辦法夾著上面的 因為桌底這個位置 桌太大 所以一定要有些厚度 才支援得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些咪 是可以厚過7-8cm 如果有的可以介紹給我 那我就可以把咪夾回來了 那就不用太壓位了 然後左邊就有一個 27吋144Hz的螢幕 右邊就有一個 21吋75Hz的螢幕 也就是平時我用來直播的時候 和大家玩 大家看到我的樣子就是這個 是完美地避開了這條棍 直接拍了我的樣子 所以直到背景就是 後面這棵白色牆和紫色門 是不是很 familiar 大家平時看到的那個角度 是不是差不多 應該不是 因為平時我剪片 會坐在這個位置很長時間的關係 很多事情我都會發生 所以水呢 我會整個星星的放在這裡 以便我不停地喝水 因為這間房間我經常開著的冷氣 是很乾燥的 除了有水杯之外 還有眼藥水 潤唇膏 很乾的 不得意 就一定要不停地補充 或者令自己個人舒服一點 還有第二個系列 就是迷信系列 剛才是有一個關於事業的平安婦 是一個我之前的朋友送給我的 至少我的頻道都叫做發展得不錯 謝謝她 還有這個是我阿姨送給我的 是玉璽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都是迷信系列 他們可以給我 我就會放在這裡 希望大家不要再買這些東西 因為我會整桌都是 知不知道 那首先滑鼠就是這個GM02 特別剪片有很多筷子 這些這些這些 我自己覺得真的很好用 G913就是一個無線機械續電盤 還有就是喇叭組合 這裡有一個 然後這裡有一個 桌底也有一個低音的 這個是一個2.1的喇叭 是不是很棒呢 說完這個電腦位置 我們先去計算 可能大家經常都會說 PKC你平時打電腦 用了什麼斜徑那些 Apple耳機 用來打電腦 用什麼什麼Gaming耳機 其實我是有一個 Bose的降噪耳機 音質是十分之好的 但是呢 如果我帶著一個這樣的耳機 十幾二十個小時 我會十分之累 所以我儘量重選 用這些給你們排擠的Apple耳機 好像催眠一樣 好 那最後呢 就是師傅 那師傅呢 現在看回我的影片 都用了差不多整個月了 我覺得最大的感觸就是 真的很煩 介紹完桌面 就是時候介紹桌底了 1 2 3 4 5 6 7 8 9 9個鞋盒 那裡面裝了什麼呢 是鞋啊 鼓勵不到你 但是我之前有一陣子 有廠商會寄鞋給我 我又不小心 臭手買多了兩雙鞋 整間屋都是我的鞋 所以呢 決定把鞋 連鞋盒 放在我的房間 暫時放在桌底下面 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比較有趣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桌這麼大 自然就有一個缺憾 把床那裡就哭出來了 因為呢 如果我躺下去的話 我的死人腳是會這樣卡住 不停撞一下撞一下撞一下 撞一下撞一下 撞一下 我一轉身就撞到桌底 就很難痛了 那次我睡覺 轉身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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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沒錯 同時我現在在睡覺的 就是我的床 那床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床肉是很胃死薄的 硬到不得了 彈彈聲的床 還有什麼呢 就是我的房間有一個冷氣機 但這傢伙是吵到黏牙筋 因為有時候拍片就會 這樣 其實冷氣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冷靜 一定要冷靜 不冷靜就會很吵 這裡就是放我們公仔的地方 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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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 看一下窗台 窗桌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有幾樣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個按摩穴槍 炸炸炸炸 有沒有見過這麼舊式的扭彈機 這個你真的會放一個兩元卡的齒輪位 這個齒輪可以動到就可以扭下去了 然後就會出來 這是比較舊式的扭彈機 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個扭彈好像是我爸爸給我的 如果我爸爸知道的話 麻煩在下面留言告訴我是不是你弄的 我們的Room Tour就拍完了 不知道大家對我的房間有沒有認知 多了 相信就有的 然後大家會留意一件事 就是我們房間是很光很殘 其實因為我們房間是放了很多盞燈 Dream 為何裡面是沒有燈的呢 因為我已經在拍開相片之前用了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盞床頭燈 床邊會會滲光出來 是不是很棒呢 這個工作桌後面也有LED 再這裡是有一塊 然後第二個螢幕也有一塊 再算上天花這一盞燈 我們房間是有六盞燈 所以全部都開了 現在光到瘋了 大家如果有看我的直播都知道 我家的燈是很神奇的 Siri 把燈關掉 立即變黑了 易燈 立即 把燈轉成紅色 紅色 現在整個人都染到紅色了 不然不要這樣 它的燈就要因應你的位置 左右移動 是不是很神奇呢 這件事很好玩的 就是它可以拿來播歌的時候給你反應 你看看的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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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們 整個房間的所有燈 都會跟著一首歌的閃 好像在開P 特別是床這個位置真的很好 你會看到它有感覺有感覺 所以我平時最喜歡有時 就是這樣睡在床上 噢 可以被一些光圍著自己在閃 它真的超級爽的 真的好 很棒 BRUH 其實你拿它來看影片或看MV都超級爽 這條影片差不多完結 唯有令到我們的連繫多一點 首先我會加插這個片尾作品的環節 GCKAA的觀眾 把我最新IG的post畫出來 我偶爾也會IG story問一下問題 選一個答案來回答 觀眾問我 我覺得我鏡頭前和鏡頭後的分別大不大 其實個性方面鏡頭前後都差不多了 但是說到精神方面 鏡頭前當然會儘量表現得精神一點 鏡頭後就可能會少點說話 最後我也要說回 其實我房間的燈都是問代理拿回來的 比如說你喜歡怎樣說怎樣說 你有什麼感覺就說出來 所以我剛剛說的所有功能 其實是我真的會用的 聽他們說現在暑假還有優惠 如果你們都想像我房間的五盤路式 不斷閃的話 你也可以去下面的連結看看 今天的Room Cure真的拍完了 其實比我想像中真的難拍很多很多 所以我拍了十幾十遍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按讚 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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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可以做人家歡喜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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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